上礼拜的话,大概就第七个单元,所以刚好我们1234567 那今天的话第八个单元,我们会把有关档案如何做合并部分 还有就是说再取一些其他的案例 包含就是档案的分割跟合并 其实在我们一般工作上面很常遇到就是说 如何把大量的资料做一些整并,合并 然后再把它做你条件式的不同的资料的分割 按照清单也好,或者按照什么样的条件做分割 那分割的方法前面有讲过,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就是类似像筛选,就是筛选功能 或者是用枢纽分析表也可以,前面都有提到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把重点回顾一下 回去的话我是建议 这门课其实对有些同学来说其实是有点难度的 当然你不可能一下马上吸收,不过没有关系 这绝对是需要花时间的 因为如果不花时间的那个知识 其实就不够上专业了 所以有些专业其实真的很花时间 而且不可能说马上你要学,马上就可以 马上学,马上懂 那当然如果说马上学,马上懂 那就没有什么困难 所以如果说今天你要把这东西学好 可能回去还要花一点时间再把它重点复习一下 那我大概说明一下,上礼拜大概我们讲的这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如何下载那个雅虎股市资料 那雅虎股市资料呢,当然 比如下载股市资料 其实方法,前面我们是用到所谓的那个重web 有没有,里面有个录制区 不过那个方法,如果你去下载雅虎股市 或者下载有一些网页资料的话 它会是乱码 乱码的原因,其实当然 这个早半天找不到原因 也许它里面的编码方式 故意就给你设定成不同的编码方式 造成就是说你要取得它的资料就是会乱码 所以我们就换了一个方法 用IE物件 OK 去下载雅虎股 这个部分的话 我有取了一个范本 那个范本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套用在很多地方 只要是网路上面的表格资料 或者不见得是表格 因为我那边就是取得的是Everman 它的元件的名称是Table部分 如果你要取别的 你就要找HTML标签是别的名称 如果表格就Table 如果其他比如DIV,你就DIV名称 那你把所有DIV名称找到里面的资料抓出来 也是一样可以 这个方法的话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那其实我那天有去书店在翻有一本书 之前有找有一次专门讲那个用VBA去爬网路资料 他用的方法几乎跟我一模一样 但是写法不太一样 OK 你们也可以去参考有一本 然后是有VBA网路爬虫之类的书籍 然后它里面刚好也有提到雅虎股市资料的下载 不然你可以试试看 那我们是利用什么?取得它有个标签名称叫Table 那它里面的列的话叫TR 那它里面的蓝名称叫TH 那储存格就TD 所以其实就是你还是需要了解HTML的标签 那当然怎么讲你也访约书籍有专门讨论这些 你可以去把它拿来看 不过我想重点就是你可以按右键用检查 这招还蛮好用的 为什么? 因为你经常去看那个网页背后的原始码 看久了慢慢你也会比较知道 原来它的背后原始码大概常用的就是这一些 像一个表格就Table 列就是TR 这个我想都固定的 那再来就是利用IE物件 IE物件实际上它就是在你的程式背后帮你把IE浏览器打开 这个不是Chrome浏览器 为什么不是Chrome浏览器 因为我们VPA Excel是微软的 所以它相对的它就用微软自己本身的浏览器 OK 如果说你以后用Python的话 其实Python里面也有一个Selenium 它其实就是去把Chrome当成也类似的方法 它是呼叫什么 它一直是呼叫Chrome浏览器在背后做事情 所以其实它有异曲同工之妙 OK 所以你说你用哪个工具 反正我是觉得只要你能够达到目的都好工具 OK 至于你要怎么做 我觉得就是说千万不要舍尽求援 另外的话当然也要利用对的方法 所以未来如果说你觉得这个VPA在处理这些事情上面还没办法满足你工作上的需求 我建议你可以把Python稍微了解一下 OK 其实Python在网络扒动部分 其实有部分真的是比这个VPA来的 我觉得来的有弹性 而且更强大一些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说 如果你经常就是以SEL资料的话 那变成你最后还是非得要汇出成SEL档 那其实它也又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部分 比喻你要多学一个工具的 如果说你暂时还没有那么有急迫性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先把VPA学好 因为毕竟VPA在一般基本上功能上面其实还是有它便利的地方 OK 后来的话我们再讲的就是比如说用怎么用那个Move方法 什么叫Move方法 我们有举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上礼拜最后是把这些工作表里面总共会有13个班级 OK 13个班级我希望帮我按照一个清单的顺序做排列的话 比如说甲班到亥班 那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用到一个叫Move的方法 OK 也就是把它做移动 Move方法 另外的话上礼拜我记得除了Move方法之外 其实你们延伸性也可以再试试看有个什么Copy的方法 Copy的复制 OK 那如果删除它就Delete 那新增工作表的Ad 其实工作表大概常用的方法不外乎就这几个 OK 然后呢 再来我们就做什么把它做排列之后 再来就是把什么 把这个A班到H班 每一个工作表 把它存一个Excel档 存到哪里 存到某一个资料夹里面去 所以我们实际上就是利用什么 利用很关键的一个方法 叫哪一个讯词 点Copy 后面不要放任何东西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空白的工作簿 工作簿就是Excel档 那你就最后再配一个Save As 或者SaveCopy As 这两个其实蛮像的 后来发现比较之后发现了 其实它就插在那个 Save As可以存另外一种格 比如说你原来是Excel档 你可以存成CSV 存成其他格式 OK 但是SaveCopy As就不行 它只能Copy Copy的话 预设说你原来是什么XLS 应该是XX 那你就只能存这个格式 你不能存别的格式 大致上好像都差不多 因为我大家有去看一下官方 我讲过F1 你可以去稍微看一下 因为有些东西 坊间书籍 他不会特别去针对这部分 跟你做说明 那之所以会知道 还是要自己稍微 把那个官方的说明 稍微看一下 因为像这种东西 很多时候都是客制化的 因为每个人需求 像常常同学问我一些问题 都是你们自己工作上会遇到的 那书上不可能说据细迷 把你所有可能遇到的状况 都告诉你 所以你应该要学会什么 学会的应该是使用里面物件的方法才对 OK 所以我只讲一个通则 剩下来我觉得你们 还是 就是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活学活用 然后把这些什么 通通都存一个档 然后并且 把它放在一个资料夹里面 这就是我们上礼拜讲的部分 所以我们把它排序 然后另外我讲到阵列 阵列部分的话 当然它有点像一个清单 只是说这个清单 阵列的话是放在我们的记忆体里面是看不到的 它关键是Array 而且要宣告 阵列一定要宣告 OK 然后再来什么 批示把它 把什么 工作表 转换为工作部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的需求是希望把假班到嗨班 帮我把这13个工作表 帮我 我就自己先新增一个资料夹放在桌面上叫VBA 我希望帮我把刚刚的这13个工作表 快速的帮我直接就存到这个VBA的资料夹里面的话 该怎么做呢 上礼拜 谁要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这边的话存到 最后有用一个File Dialog 就跳出一个对话方块 问你说你要存到哪一个这个资料 这个 哪一个资料夹里面 所以这边的话上个礼拜的程式 云端上其实都有了 所以我把这个最后的部分demo一下 比如说这个地方 最后是写到什么 批示 将工作表转为那个什么呢 工作部 先取一个清 清单的部分是来自于假班里面的这个这个清单 所以 这边注意 如果说你在假班里面没有这个清单的话 那你可能要自己先创一个 从云端上也有这个清单 不然的话你可能就要用正列的方法 OK 那我是从清单里面 那先取假班之后存档 所以程式其实非常简单 程式里面的话就是怎么样 我先跳出一个File Dialog 就跳一个什么讯息对话方块 去选什么呢 选一个路径 那把这个路径的话呢 放到这个S-PACE的变数里面 所以这两行其实就是跳那个什么 跳一个对话方块 跟程式讲说 我的资料夹在桌面上 这边有个什么Screen Updating 不要因为它要一直闪动 所以把它关掉 那总共会有13个 所以我们就从什么呢 For i等于12到14 实际上就是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这个2到 到这里 还有14 所以这个回圈我是按照什么 按照列 For i等于第二到第一 意思是我要抓这个 然后帮我怎么样 Copy Copy的话 当然我这边 比如说我2 那我要先抓什么 抓假班里面这个 这个第一个名声 有没有 所以是从什么Sales 这个假班的工作表里面的 Ilan的ID 你刚好抓到假班 把假班这个资料放在X 所以 Sheet's Guahu X.Copy 意思是说 把这个工作表 存成一个工作簿了 OK 特别注意 关键的地方就是什么 点Copy后面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意思就是说 我就直接变成一个工作簿 特别注意 这很关键 因为很多同学 常常会搞不见 老师你点Copy Copy不是应该复制到旁边去吗 特别注意 如果你今天后面有Apps 或Bepore的话 那是复制到它的前面或后面 但如果你后面没有东西 它就是复制一个新的工作 工作簿 OK 差别在这里 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后面有没有东西 好 那它就跳出来之后的话 我就做一个Safe S 然后告诉它放哪里 最后记得把它Close掉 Close就是把那个工作簿关掉 然后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所以其实这个上礼拜最关键 其实程式不多 最关键的地方 就这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程式 其实跟前面写过的 应该有类似的地方 你看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2到14 就是这个范围 然后先取得这个名称 放到X 然后把那个名称 名称的话就甲斑 叙子就是指的是这一个 Copy 存档 关闭 换下一个 以班 Copy 存档 关闭 有没有 总共有13班 刚好就全部完成 所以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我把它先这边按 中断好 跑一下 给各位看 我们把它复习一下 第一个 这个东西的话叫做Fire Dialog Fire Dialog 意思说 我要Picker 要选什么 选资料夹 意思是我要放在哪里 我要放桌面上 我刚刚有放了一个叫做VBA的资料夹 不过我刚刚是手动的 如果未来 你连那个 要自动的话 你可以用MKDI 有一个方法 它也可以自动 不过我们先不要自动 我们先手动增加 跟他讲说 确定 OK 那你按下确定之后的话 那因为有一个选取的动作 所以会返回一个select item E 给那个space 就会把这个上面的路径 丢到那个space 里面 然后再来做什么呢 所以我们就有路径了嘛 就是放 其实就上面这个 C冒号斜线 一直到VBA 那这个字串呢 会丢给space 那space抓到之后的话呢 就知道存哪里了 所以关键为什么 因为我要save as后面要存哪里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再来好有没有 space 有没有就这个 所以刚刚那个东西就是 fire dialogue 上礼拜有讲过 所以如果你有些细节部分不是很清楚 回去再把它复习一下 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什么 select item1 他这个地方1 就是选的那一个 路径里面的东西帮我放到这里 所以基本上我放进来的东西应该就是刚刚那个路径的 然后这关掉updating 并且for i 等于 2到4 就是先抓假班 所以把那个假班里面的第一个名称 清单里面第一个抓过来 那就是假班 意思是把假班呢call一个 把这个call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他就跳出一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 把原来的那个假班 其实他这个.copy的实际上就是 把我现在这一个 call一个到这个叫活业部一的活业部 里面 哎 放一个假班 也就是说这个活业部 这个工作部里面呢 其实就只有一个假班 OK 然后再来怎么样 以前我们做法是在另存新档 然后再把它关闭 现在的话呢 我们用程式的话就是这一行 save as 放哪里呢 哎 放在那个c点底下刚刚那一串 space 特别注意哦 space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他后面少没有一个这个根目录哦 这个很重要 因为常常同学 从一写错就少一个这个根目录 那所以后面一定要串一个and 这个根目录 意思说我要放在这个vba的资料夹底下 OK啊 你没有放的话 那变成就什么 他可能就放桌面上 变成vba 然后怎么假班 点xl 就少一个这个根目录就他很多 OK 然后就把它帮我存进去 所以save as 好 这存档了 存档完之后的话哦 那那个活跃步一还在这里 所以他会接下来做什么呢 我把它close掉 所以close他 不过特别说一定要是active 就是目前一定要在最上乘 因为他跳夹 然后close他 OK好 有没有刚刚那个活跃步一那个就不见了 再换下一个变以班 好 因此类推 所以我这边就直接把它跑完 那跑完的话你可以看到哦 他基本上呢 我现在那个vba里面的这个资料夹 基本上就会有刚刚我甲班已经放进来 那其他的话呢 把它全部执行好了 以班有没有 然后再丙班丁班 所以你会发现他会一个一个的一个的帮你 把档案呢就帮你分割并且存档 OK 其实这个可以用在什么地方上面 还有很多 像同学好像有提到 就是说如果你要做什么档案分类 有没有 你甚至可以类似的方法 只是说你要把关键地方还是要dir 把里面的档案名称一个个抓出来 然后看有没有比对什么关键字 然后再用那个移动的move file的方法 把那个档案移到那个资料 某个资料你要放在资料夹里面 这样子也可以做档案分类 所以其实这边可以做到很多的这个自动化 所以你就不用说人工每天都做一些土把链钢的事情 效率应该是比较快 OK 最后当然还有个问题 就是删除档案 OK 因为我们最后呢 每一次再做一次的话会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它里面已经有了 有这么多了 那我应该怎么样 先把它这个删掉 所以我上礼拜最后又用到一个什么 DIR的这个函数 这个DIR函数呢 在VBA里面非常重要 它主要的用途啊 就是告诉它 我哪一个资料夹的名称 有没有这个这个资料夹名称 在哪里呢 在桌面上的VBA 底下 还要跟他讲什么 你的副档名 当然哦 你这个地方 我要找的是所有 有没有 信号 所有帮我找找看哦 DIR意思说帮我找找看 在这个目录底下 有没有 这个 这副档名的那个资料 有的话呢 告诉我 OK 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等于什么 等于没有 等于没有就这样 OK 不等于没有的话呢 表示说它里面有 那我就怎么样 呼叫 如果底下有 我就先把它全部删掉 所以上个礼拜 最后有讲到 如果删除那个什么 档案 那删除档案的话 这边如果里面有 那我就先把它删掉 那删档的方法哦 底下这边也有一个吧 其实里面呢 最关键的地方也是就DIR DIR意思说呢 帮我去找找看 那个目录底下 哪个目录 VBA里面有没有这些 有的话呢 你就先帮我抓第一个 那抓第一个之后呢 配合Keyer Keyer的方法就是 把那个档案的路径 加上它的档名 帮我删掉 那这个DIR是找下一个 直到没有为止 所以特别是要删除的话 你会发现 现在找到有没有 有找到哪一个 找到地方 那因为找到了 所以它这个地方哦 是不是不等于空的 不等于空的表示 这一句话意思是说 是不是有找到档案 是不是有找有 它有 它回来跟你讲有 有的话呢 就进到里面 只要把那个档案 有没有 那个路径加上那个档案删掉 就前面有个Keyer的方法 Keyer它 所以这个说法 你会发现钉班这边还在 如果经过Keyer 你会发现钉班就不见了 OK 特别注意哦 其实不是说只能够删什么 删以下档哦 以后哦 如果你要删那个电脑里面的什么档哦 其实方法也都一样哦 所以其实VBA还是有危险性的哦 如果有人要写病毒的话 甚至它也可以删一些系统档啊 如果一删把所有的DL删除的话 那一台电脑就没办法开机的哦 所以也还是有危险性的哦 OK 那这里的话你会发现 把钉班删除了 哎 换下一个 那这一个 这个DIR之后 它又抓到下丙班 丙班是不是有找到 所以这一个有找有找到了 找到什么 就Keyer它 所以把丙班给Keyer掉 Keyer掉你会发现丙班就又不见了 然后再下一个 所以下一个它又找什么 找乙班 乙班 然后就把乙班删除 有一时类推 然后乙班又被删掉了 啊等于就是全部哦 那我这边上一半也有 呃 提到有关这个 把它删除的动作 所以 再来的话就是 再把 我一样 所以再把这个VBA圈给它 然后再跑一次 你会发现它又重新再来过了 OK 好 那这部分的话其实还蛮重要的 好 所以回去的话 我是建议哦 各位可以找类似的 这个这个工作的这个范本 哦 试试看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再来讲一个 这个进一步的 就是现在呢 是把我们的这些档案全部都分割了 那现在的话呢 如果我要把这些档案的 那再把它合并回来 好 有没有 那以前要合并它的话 那怎么合并呢 也许就是先 先开一个新的 新增一个空白的 然后再把他们一个一个放过来 复制过来 OK 所以要费很多力气 可是如果今天我希望 我是用VBA来做的话 而且自动帮我就存一个档 那当然可能就不要存在里面 因为它可能回圈DI 又找到自己 又呼叫自己 可能会出问题 所以待会我们来看 如何把这些13个档 再快速的合并成为一个档案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示意 那这里面的话呢 当然 也许你暂时没有那么熟悉这些程式 不过我建议你可以把它当范本 每一行每一行其实都有它的作用 尽量就是去先去理解它 那将来呢 多可以跑一些范本吧 在工作里面呢 可以找类似的案例 那多做 我觉得你很快慢慢就熟悉它 你也比较懂得如何把这些程式 再跟你的工作做搭配 它其实是还蛮好用的 包含就是说呢 你可以存档可以用 或者说像DIR刚刚删除档案也可以用 那未来的话 其实还蛮多地方都会用到DIR 像档案合并也会用到DIR 大量的档案合并 好像13个班 如果你像这个要把它合并起来的话 没有那个度回圈 加DIR 应该是很难 除非说你本身就有个清单 刚好知道就是这些名称的话 不然的话呢 通常我们会用一个度回圈 再配合一个DIR的函数 就可以快速的帮我把这些档案给合并起来 那怎么样合并 不过合并好像相对的程式会比 那个分割来的复杂一些些 那我自己就想了一方 方法我讲过了 也不是所谓的标准答案 你可以按照你的习惯去写 OK 可是合并有个问题 因为我们用DIR 所以特别注意 可能你那个合并完了档案 千万不要放在这个目录里面 如果你放在这个目录里面有个问题 你放进去的 你自己又DIR 然后自己又找自己 所以你会一直找自己 所以变成这样 会无穷回圈 所以记得就存档 不要存在里面 存在外面就可以了 这点请各位先想想看 怎么样 合并 可以把它分割再合并回来 OK 试一下